前两天,霍尊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关注霍尊事件的人想必都关注这一个神奇的东西 海狗丸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这个世界上它还真有海狗存在 不过,这海狗可是一个老海王了 精力旺盛,还有一堆老婆 多的时候老婆能有一百个 今天,科普君就带你一起了解一下海狗的故事 海狗是一种生活在海洋中的哺乳动物 因为它的鼻子、耳朵、眼睛像狗 所以才被叫做海狗 虽然不是真正的狗 但是它们的叫声听起来却是挺狗的 海狗的体长一般在150到270厘米 它的皮毛比较浓密、光滑 所以它还有个皮毛海狮的称号 头圆、眼大、稳步短 还有小耳壳 从出生开始,海狗就要面临一个大问题 该怎么活着 自然界中,其他的生物面临的不是食物短缺的问题 就是天敌侵扰的问题 但是海狗宝宝不一样 除了食物和天敌 它们还要面临大海狗的无情铁蹄 一只刚出生的海狗宝宝 只有几十厘米长 要面临着一个艰难的世界 雌性海狗的生理构造很特别 刚分娩几天 雌性海狗就能接着交配了 因此 能交配的雌性海狗 会受到体型庞大的雄性海狗的追求 但是 如果是两个雄性都看上它了 就会开始打架 因此每年一到春末夏初 就是海狗们打架的时候 为了争夺交配的权利 十到十五岁的雄性海狗 会先来到要繁殖的地方 提前占好地盘 占了这块地 那这里就是我的 除了雌性 谁都不能进来 没有一个舒适宽敞的家 怎么能娶得上媳妇呢 这个道理海狗们还是懂的 于是为了找媳妇 两只雄性海狗大打出手 海狗幼崽就只能不幸地 被碾在脚下踢来踢去 周围的幼崽 会被迫卷入大人们的战争之中 要么被踢 要么被拍 被蹂躏得满身伤痕 幸运地还能活下来 不幸地只能面临死亡 因此 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海狗幼崽 是被雄性海狗踩死的 对于要交配找对象的雄性海狗来说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情 能比泡妞更重要的了 但这海狗它不仅狗 它还是个海王 虽然它们看起来比较憨 它们是一夫多妻制的生活 每只海狗能拥有的老婆数量 是不一致的 有的会找两三只 只要海狗受得住 它甚至能同时和 50到100只雌性在一起 这才是真正的海上情欲流 吃饱就睡 发情就交配 这就是海狗的特性 对于生孩子这件事 海狗可以说 已经将它刻在骨子里了 它的幼崽们 以后也会像它们的父辈那样 为了争夺交配权 为了繁衍生息 而自相残杀 即使是付出生命 但是要想获得更多的配偶 还得实力强才行 但是 谁也不能一步登天 还得等上个几年 才能拥有 能达到100个配偶的水平 熊海狗们 为了配偶能有多努力 它们哪怕一直是不吃不喝 也要完成 每天30到50次的交配任务 一次就要15分钟 时间长达70天 它的精力之旺盛 堪称世界顶尖 估计 没什么生物能够跟它一较高下 而它之所以拥有如此彪悍的能力 全靠平时日积月累下来的脂肪支撑着 要不然 这运动量 就算是神仙也受不了啊 但是 这么强大的能力 也不是完全没有副作用的 熊性海狗的寿命是25年 但是 它只有三年的黄金时间 是能够尽情地交配的 过了这个黄金时间 它的生育能力 就会慢慢的衰退 雌性的生育能力也很强 因为它5岁就具备繁殖能力了 从具备繁殖能力开始 直到25岁 不出意外的话 通常每年都会怀孕 而它们的寿命大概是40年 海狗的怀孕期是12个月 一次怀一胎 偶尔也会出现怀两胎的情况 刚出生的小海狗娇小无力 非常的柔弱 还不会游泳 必须得让母亲照顾才能生存 至于孩子它爸去哪了 那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孩子他妈也不知道 雌性海狗的分娩期和交配期是重合的 也就是说 上个配偶的孩子刚生完 新的配偶就来了 所以就算有雄性海狗待在了幼崽身边 可能也不是它的生父 它们独特的繁殖方式 注定了我照顾你的孩子 你照顾我的孩子 我们说了 海狗这种生物的经历是极其旺盛的 如果有海狗没有争夺到配偶怎么办 它们可能会在欲望的操纵下 去找企鹅 强行和它们来一场跨种族恋爱 人们也不止一次看到 海狗强制摁着企鹅了 2006年 科学家在亚南籍地区的马里恩岛 就目睹过试图和地企鹅发生关系的海狗 这次的发现让科学家们都震惊了 他们将这次的事件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并整理成了报告发表了 科学家们猜测 海狗之所以这么做 可能是性经验不足 或者自信心受挫了 要么这是异常侵犯性的劣势行为 要么就是海狗在斗企鹅玩 后来它们又遇到了三次这种情况 前后加起来一共是四次 在这四次中 都是海狗在后面追 企鹅在前面跑 跑不过就被海狗抓住 强行交配 但是有三次海狗都放过了企鹅 只有一次因为交配喂果 海狗将企鹅杀掉 并吃进了肚子里 近几年科学家还发现 海狗对企鹅的暴力行为 是越来越多了 这可能是别的海狗 在模仿这种行为 正如我们不知道 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 勇士是谁一样 我们也不知道 世界上第一个 调戏企鹅的海狗是谁 海狗可是二类保护动物 资源可是很珍贵的 但是因为它强大的繁殖能力 再加上对它的过度保护 它们从保护动物成为了 允许被猎杀的存在 注意 海狗之所以可以猎杀 是因为这是加拿大政府允许的 因为它们国家海狗的数量 都已经快超过人口数量了 数据表明 加拿大的海狗 每年以70万只的速度 疯狂增长 07年的时候 加拿大已经有了将近 2000万头海狗了 但是 加拿大人还不到3000万 如果不限制海狗数量 迟早有一天 它得超过人口数量 除了繁殖能力强以外 它还很能吃 一只成年海狗 每天就得吃上 20千克以上的 雪鱼和三文鱼 这可是外国人 最爱吃的鱼之一 雪鱼和三文鱼 被海狗吃了 渔民捕不到鱼 人吃啥 于是 加拿大政府 允许每年限量捕杀 50万头海狗 开发海狗产品 我们普通人 是不能随意捕杀野生动物的 加拿大政府 也严格规定了 只有拿到捕杀证的渔民 才能去捕杀 带斑点的海狗 其他的可不能碰 海狗身上都是宝 经过研究表明 海狗是一种 能滋鹰补羊的动物 海狗油和肉的 营养价值很高 海狗油甚至还是一种 高级润滑油 能运用到航天 和军事等领域中 本草钢木 海药本草等 这些传统医学名著中 海狗那不可描述的部位 是补肾极品 这是历代皇亲贵族 才能享受得到的 但是 现在市面上的海狗丸 可不是用海狗入药了 而是用狗 海马 鹿等 加上多种中药组成 并没有海狗的成分 吃多了 能提高那方面的能力 也只是心理作用罢了 民间有吃啥补啥的说法 这个说法还是挺深入人心的 虽然有的挺有用的 符合这个说法 但是有的并不科学 再加上 现在也不提倡取材于动物 损害动物生命 真想提高能力 还不如多运动 少抽烟喝酒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长按点赞关注 给予我鼓励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